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多人剧《黄泉医馆》 作者青椒肉虾 演播《一种侃侃》 由三十克度制作 第31集 一群小鳖三顿时围了上来 拳头飞一样地向着林三空招呼过来 林三空一只手死死地攥着贺飞的手 在人群当中身形闪动 这些小混混不过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即便是林三空用一只手收拾起来 也是十分轻松的 三下五除二 这群小混混便尽数被打翻在地 林三空这才松开了贺飞的手指 贺飞捂着手指 犹如一条死狗一般的趴在地上 林三空踩着他的脸冷冷说道 怎么样 现在还要不要再玩玩呢 贺飞虽然被踩在脚下却也是个硬骨头 朝着地上吐了口带血的口水威胁道 小子你敢打我 你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看着贺飞依旧死不悔改 林三空不禁脸色阴沉下来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现在开始你将是一个伤残人士 贺飞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咽了口唾沫 警惕地望着他说道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我姐夫可是芸汐分局的副局长 你要是敢乱来 下半辈子就准备坐牢吧 吓唬我 林三空脸颊上一阵的阴沉 还不带贺飞反应过来 便直接一脚对着他的裆部踢了下去 贺飞顿时惨叫一声 整个人都蜷缩成大瞎的模样 那些其余的小混混 看见贺飞被废了 顿时一个一个吓得 屁滚尿流四散奔逃 忽然不远处的公路上 响起了警笛声 显然是有人报了警 不一会儿 两个身穿警服的警察 便朝着林三空这边过来 林三空揉了揉眼睛 这才发现 哟 居然是个老熟人 夜队黑着脸 朝着地上打滚的贺飞看了一眼 这才朝着林三空皱皱眉头 沉声说道 怎么又是你啊 林三空则是一脸的苦笑望着他 这不正是上次抓他的那个夜队长吗 还真是够巧的 忽然夜晨身后一名年轻的民警 认出了贺飞的身份 连忙趴在夜晨的耳朵边上 窃窃私语了几句 夜晨皱了皱眉头 看向贺飞 只是略有沉思 随即对着身后年轻民警说道 不管是谁 公是公办 先送他到医院去 然后派两个人过去 路口供 我就不读出什么了 跟我走一趟吧 夜晨一脸无奈地对着林三空探探手 上官轻轻连忙走上前来开口说道 我陪你一起去 夜晨并没有说话 反倒是他身后的那名年轻警察 认出了贺飞的身份 有些讨好的 朝着贺飞笑笑 随即跳眉说道 你以为警局是电影院吗 你想进就进啊 你不是犯罪嫌疑人 哪儿凉快 哪儿待着去 你稍等一下啊 上官轻轻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然后走到了不远处 提了一把沙滩折椅过来 那个年轻的警察皱了皱眉 确实有一些诧异地说道 你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公奶奶也想进你们电影院玩玩 说吧 上官轻轻便直接抡起哲椅 朝着那躺在地上的贺飞身上砸去 贺飞现在浑身跟散件似的 动弹都动弹不了 哪里能躲得开呢 几下便被上官轻轻砸得一阵阵惨叫 林三空则是插着兜 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娇滴滴的大小姐 那叫一个精彩 住手 那年轻的警察想要上前阻拦 却发现有一只手 犹如铁钳一般地按在他肩头上 聊乱多 否则说不定我会忍不住袭警的哟 林三空对着年轻警察冷笑着 夜沉呆呆地站在旁边若有所思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出面阻止 救命啊 贺飞抱着头一阵地求救 可是那名年轻的警察被林三空死死地按住 哪里能够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贺飞被上官轻轻爆打 不一会儿 贺飞的身上已经没有一处是好地方了 似乎是打泪了 上官轻轻这才随手将手中折凳摔在地上 然后对着夜沉他们两个人走过来 喘着粗气说道 警察叔叔 现在我有资格跟你们一起走了吧 夜沉早就听说过贺飞的恶名 即便是那个年轻警察提醒之后 依旧选择公事公办 不过上官轻轻竟然当着他的面 痛遍贺飞 多少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 好了好了 差不多得了 将他们两个一起带走 夜沉对着那个年轻的警察吩咐 突然风博搭了这老脸 从人群中挤出来 有些不爽地叫嚣 臭小子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人欺负您 看我不把他打出把吧来 林三空顿时一脸歉意地摇摇头 不好意思啊 风博 本来打算带你出来好好玩一玩的 可惜泡汤了 还没有来得及和你说声生日快乐 生日 生日什么生日快乐呀 你今天过生日吗 风博一脸错愕挠挠头 哎 去年不是你生日吗 林三空疑惑 风博撇撇嘴随即恍然大悟 哦 老子骗李寡妇的话你也信 其实老子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 林三空顿时额头上画过一抹黑线 哦 感情是一场乌龙啊 不管怎么说 只要风博玩得开心就好 什么生日不生日的也无所谓了 可惜好好的阳光沙滩假日 全被这老鼠屎给破坏了 好了好了 赶快走 有什么话回局子里再说 那个年轻的警察一脸不耐烦地 对着林三空和上官青青戴上了手铐 催促道 风博 麻烦你给我爸打个电话 就说 我被请去警察去喝茶了 临走前上官青青特意嘱咐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被带上了警车 贺飞则是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警车直接开到了云溪警局 林三空和上官青青被带进了审讯室当中 并没有被隔离 审讯他们的正是带他们回来的那名年轻警察 叶辰则是一回到警局便匆匆离开了 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林三空看了看那警员证上写着司马刚三个字 则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个名字让他顿时想起了司马刚杂光的梗 你笑什么 司马刚看着林三空一脸怒涩地敲敲桌子 林三空一边笑着一边辩解道 不是 笑有办法 司马刚似乎并不着急审讯 他的心中暗笑 先让你嚣张一会儿 过一会儿 你恐怕就笑不出来了 其实早在回来的路上 他便主动打电话 向云西警局的副局长苏恒汇报过了 司马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机会 若是能够赢得副局长的赏识 那么他将来试图将前途一片光明 虽然他越级汇报可能会得罪叶辰这个顶头上司 但是能够攀上苏局长 那这棵大树一切都值得了 不一会儿 审讯室的门便被推开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秃顶警察走了进来 这个秃顶就是云西警局副局长苏恒 苏副局长 司马刚连忙站起来 对着苏副局长低头哈腰地招呼着 苏恒朝着林三空和上官清清望了望 冷声说道 这就是那两个蓄意伤人 还企图袭警的暴徒吗 林三空不禁一阵的冷笑 喝 这大帽子给扣得还真是滴水不漏 这俩罪名那要是坐实了 少说也得蹲个两三年 是的 苏副局长 这两名暴徒手段凶残 无端殴打良好市民 致其重伤 且行凶地点位于黄金海岸闹市区 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我接到群众报警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这两名暴徒非但不知悔改 暴力抗法 最终被我制服了 本集播讲完了 请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青椒肉虾 演播 一种侃侃 由三十克度制作 第三十二集 第一时间 林三空对司马刚佩服的五体投递 这个吹牛皮的还真是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不仅三言两语把事态扩大化了 最后还不忘给自己脸上贴了筋 因为事态严重 我并不敢私自审讯 这才向苏副局长阅极请示 请领导指示 说吧 司马刚啪的一声 站直了向苏恒敬了个礼 并且有意无意地 看了一眼审讯室的监控 苏恒嘴角微微上扬 似乎对于他这种做法非常满意 你做得非常好 我代表局里对你的工作表示肯定 你先出去吧 我要亲自审讯这两个暴徒 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顺便帮我把监控关掉 司马刚显然对于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了然于心了 很是懂事的低头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 审讯室里监控就黑了下来 苏恒转身将门锁住 原本平静如常的脸颊 瞬间阴沉了下来 哼 看来这是唱戏的 终于要变脸了 灰太郎终于要吃羊了 没有监控之后 苏恒顿时露出了本来面目 从抽屉里拿着根警棍来冷冷地说道 是你们两个把贺飞打成重伤的 没错 不光是这样我还踢碎了他的蛋蛋呢 我想他以后可能也不会为虎作娼了 苏恒双手在警棍上狠近地摩擦了几下 音色孝道 小子 我不管你是哪儿来的果将龙 敢在我苏恒头上动土 不得不说 你很嚣张啊 林三空嘴角上扬 冷声质问 怎么 苏副局长不分青红皂白 这就要动用私刑吗 不错 在这芸汐的底界 还没有谁敢打我苏恒的脸 苏恒音色一笑 他根本没有丝毫的隐瞒 哎 轻轻 苏副局长要是打我们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林三空没有丝毫的紧张 反而是朝着上官清清调侃一句 要不你替我挡几下 反正你皮糙若厚的 多挨两下也无所谓 上官清清白了林三空一眼 云淡风轻地说道 不是吧 我从小胜亏 身子就虚得不行 天天把会员胜保 当牧堂唇吃 我都补不回来呢 我恐怕挨两棍子就得挂呀 上官清清不由的 一阵无语 他心里说道 这家伙 真是什么时候都没个正性 岂有此理 这个时候了 还有心情打轻骂俏 苏恒攥了攥手中的警棍 他猛然地朝着林三空的胸口砸下去 林三空和上官清清手上都戴着手铐 所以苏恒并不是很在意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把司马刚支出去 自己一个人留下来 看着苏恒手中警棍急速落下 林三空的嘴角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弧度 只见他将凳子向后微微一靠 一脚便朝着苏恒的胸口踹过去 苏恒顿时胸口传来一阵的刺痛 捂着胸口跪在地上 一脚赫然踢断了他好几根肋骨啊 你竟敢打我 我是云西警局的副局长 林三空冷笑一声 两只手顺势用力一挣 手铐哗啦啦掉在地上 林三空反手就是一个耳光 打在了苏恒的老脸上 他妈打的就是你 你对得起你穿着这身衣服吗 林三空冷喝出声 苏恒这会儿顿时慌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林三空竟然可以挣脱了手铐 他虽然是云西警局的副局长 但是本身已经十多年 没有在一线拼过命了 以前学的那些个格斗技巧 早被他忘得老了家去了 来人啊 苏恒忍着胸口剧烈的疼痛 朝着审讯室外面呼喊着 只可惜审讯室 隔音那是非常好的 监控又被关掉 司马刚离开的时候 还很贴心地 把周围的警员全部都支走了 啪的一声 混蛋 你竟敢袭警 袭什么警啊 我只是自卫而已 再说了 这里的监控都已经关掉了 你拿什么证明我袭警啊 这里可是云西警局 你竟敢打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苏恒满脸警惕地说道 话音未落呢 又是结结实实的一耳光 苏恒吐出了两颗带血子的牙齿 我最讨厌别人威脸我了 知道不知道 苏恒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怎么说他也是云西警局的副局 平日里哪受过这种委屈啊 苏恒冷冷地瞪着林三空 他发现面前站着这个根本不讲规则 他那些官微似乎根本就吓不到人家 蓄意伤人 外加欧打请勿人员 这些罪名加起来 足够你判十年 苏恒生死历劫地喝道 哼 你说判十年就判我十年啊 这可是和谐社会 凡是要讲证据的 你当你是谁啊 哼 这里可是云西警局 在这里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是天 就等你说这句话呢 突然 林三空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将腿搭在桌子上 嘴角哼起了小曲 手机正在不断地重复着 刚才苏恒说过的话 我就是天 天你妈的 你阴我 苏恒顿时满脸阴云 几乎要气到吐血了 老子阴的就是你 怎么样 突然审讯是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局长 苏副局长正在里面审问嫌疑人呐 我去给您通报一声 只听见屋外突然传来了司马刚的声音 滚开 光地一下 厚重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 只见一个身穿警服两鬓斑白的老警察满脸愤怒地走了进来 叶辰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他有一些担心地朝着林三空和上官青青望过去 原来这个叶辰一回到警局就不见了踪影 并不是惧怕苏恒 而是去搬了救兵呢 苏副局长 你在干什么 陈局 你来得正好 这两个暴徒 不但他恶意伤人 而且还暴力抗法 赶快派人把他们抓起来 苏恒恶人先告状 哼 这里可是云西警局 在这里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是听 突然 林三空的手机里再次播放出了苏恒的声音 陈局脸色铁青瞪着他 冷冷说道 看来我这个位子 早就应该让给苏副局长做了 陈局 你听我解释 苏恒顿时一脸的慌张 他连忙朝着陈局解释起来 你不用跟我解释 有人实名举报你滥用职权 包养情人 有关部门的同志已经查实 证据确凿 从现在起 你已经不再是警察了 陈局冷冷地对着苏恒喊道 苏恒屁股一摊坐在地上 面无血色 很快 他便被有关部门带走了 如果林三空没猜错的话 这个实名举报苏恒的人应该就是上官云无疑了 也只有他有这么大能量 上官云在华夏商界虚足轻重 在政界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想要掌握一些苏恒的犯罪证据呢 再简单不过了 果然出了审讯室之后 上官云等在了大厅里 风波跟在了他的身边 陈局 这次又麻烦你了 上官云连忙对着陈局长抱了抱拳头 一脸歉意地说道 陈局很是客气地回笑 上官老弟客气了 这次能够清理苏恒这个警戒败类 还多亏了你搜集来的证据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改日我做东再专程致谢 恐怕还不行 陈局眯了眯眼睛 有些尴尬地说道 上官云皱了皱眉头 有些疑惑 陈局 这件事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 是那个叫贺飞的小混混先动的手 林师傅和清清只是防卫过当 最多赔些医药费就是了 这集故事就讲到这儿 咱们下集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都市悬疑精品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 青椒肉虾 眼波 一种侃侃 有三十克度之作 第三十三集 陈局连忙摆了摆手说道 上官老弟误会了 那个贺飞因为涉嫌违法活动 我已经派人将他控制起来 至于他的伤和上次一样 属于护殴 自然不用老弟再破费 那陈局 是什么意思 上官云有一些补月说道 说来惭愧 最近 警局总是发生一些怪事 听叶臣说 这位小师傅 有一些内方面的本事 陈局一脸的心里憔悴叹了口气啊 难道警局有什么灵异事件发生吗 林三空微微一愣问出了这话 陈局脸上顿时有一些尴尬之色 却是并没说话 显然 我认了 毕竟警察局里面出现灵异事件 这肉是传出去 可是不好听啊 没事 不妨是 那我就留下来帮陈局解决到麻烦再走 这陈局看起来确实不错 又是这芸汐警局的一把手 自己也不好搏了她的面子 陈局眉头微微地舒缓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小林师傅了 不知道警局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我一会儿还要到市里开个会 具体的还是让小叶跟你说吧 陈局犹豫了一下 对着身边的叶晨吩咐道 说吧 陈局跟着上官云客套几句便离开了 上官清清原本也想留下来凑热闹 可想到了公司还有一摊子烂事 只能作罢 而且上官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妇女两个人窃窃私语 而后也是匆匆离开 为了安全起见 林三空画了两张针阳火雷符 送给了上官清清 而且她身上还带有画有一道法印的符咒 一般寻常的妖邪之物 恐怕根本无法靠近三尺之内 一旦法印遭到破坏 林三空第一时间也是可以感应到的 上官云妇女两个人离开了 叶晨将林三空和风伯带到了他们的办公室 林三空对着叶晨笑着抱抱拳 叶队长 多谢仗义相救 叶晨幽黑的脸颊 她看不出一丝喜怒 她微微颤抖一下 白手说道 哦 不用客气 我也只是看不惯警局里的一些白风邪气罢了 换做其他人 我也会这么做的 况且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我找到陈局的时候 上官董事长 已经将苏黄的犯罪证据交代有关部门了 话虽是这样说 但是对于叶晨这样铁面无私之人 不畏强权的好警察 林三空的心里还是比较钦佩的 叶队长 不知道警局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让你们如此之费心啊 林三空开口问了 叶晨皱了皱眉头犹豫了一下 这才缓缓开口 是老鼠 警局最近总是平白无故的 发现许多死老鼠 死老鼠 林三空不禁皱了皱眉头 死老鼠和灵异事件有个毛线关系啊 起初是值班的民警 晚上总是可以听到老鼠的叫声 和老鼠活动的踪迹 可就是一直也抓不住啊 但每天早上 在警局墙角柜子底下 发现许多死老鼠 起初也就两三只 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死老鼠尸体越来越多 从两三只增加到五六只 又到十几只 而现在几乎每天早上 都能从警局里面 找到上百只死老鼠尸体 即便是请来专业的秘书公司过来 也没有发现一只老鼠 到后来 我们干脆从乡外 找了七八只野猫过来 然后 把警局的门窗都锁好 可没有想到啊 仅仅是过了一个晚上 这些野猫的尸体 便横七竖八地 躺在警局地上 自从芸汐警局 见到这里后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这些天啊 被这死老鼠闹腾的 都没有几个民警 愿意留下来职业班了 这事情的确是有些古怪 林三空早在之前 就看过了这芸汐警局的所见位置 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这么多年相安无事 叶队长 这些老鼠 可有过伤人事件 那倒没有 这些老鼠只是一到晚上 就出来闹腾 但却从来没有伤到过人 只是这死老鼠越来越多 难免有没有被发现的 这要是时间久了 说不定会以发鼠疫呢 你帮我找两只死老鼠过来 啊对了 最好连着死猫的尸体 也带过来一句吧 林三空皱了皱眉头 心里却是有了些猜测了 好 那你等一下 说着 叶辰便起身离开了 此时风博坐在一旁 咧着嘴问 臭小子 你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吗 有些眉目了 不过具体还得看 那些个死老鼠的尸体才能确定 林三空撞模作样地摆了摆手 靠在了椅子背上 闭目养神 叶辰的办公室门被推开了 只见一个身穿警服的女警 拿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 叶队 东林小区发生一几 你怎么在这儿 林三空抬头一看 顿时一脸谄媚地笑了起来 开口调侃 哎呦 是不是 月月警官吗 几天不见你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 近来的人正是之前审讯过林三空的那个小女警 月月 月月皱着眉头 将手中的文件放在桌子上 我问你怎么在夜队的办公室 你是不是又干了什么坐监犯科的事啊 林三空不禁翻了个白眼 苦笑一声 哼 你这话说的 我进警局 那就一定是坐监犯科啊 是你们陈局长邀请我来的 陈局长邀请你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月月显然不相信 她满脸鄙夷地轻横一声 林三空顿时就有一些不服气了 这小丫头怎么从门缝里看人呢 扭过头来对风博喊道 哎 老鬼 你告诉她 是不是他们局长请我来的 月月瞪了林三空一眼 走到风博跟前 很客气地开口 老伯 您不用害怕的 是不是这个人渣欺负你了 这里是警局 我们会为您做主的 靠 这小丫头还真把我当坏人了 风博顿时老脸微微颤动 却是朝着林三空音色一笑 然后故作可怜地委屈道 姑娘啊 你是不知道 这臭小子平时一点都不知道敬老 你们警察可得好好教育一下他呀 月月顿时脸颈阴沉下来 朝着林三空冷哼一声 哼 我说你这么大一个人 整天就知道欺负弱小 上次殴打那个窝国人也就算了 这次竟然连老人都欺负 我 我 我欺负他 我可 开玩笑呢 从小到大貌似只有这老东西欺负我的份吧 林三空一脸无奈 看向风博 却只见风博已经将头扭到一边了 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月月突然指着林三空冷冷说道 岂有此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能打 你就可以肆意妄为吗 一盘盘吧 像叶温那种水准 勉强可以打个十个 林三空捋了捋头发 毫不在意地说道 月月顿时脸色一片铁青 直接将袖子往上撸了撸 指着林三空鼻子说 大言不惭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场 要是输了的话 你立刻向这位老伯道歉 并且以后不再欺凌弱小 虽然林三空知道月月可能是误会 不过平白无故地被个小娘们挑衅了 任谁心里也不会舒服 林三空眯眯眼睛说 那我要是赢了怎么办 你放心好了 这种可能不存在的 月月不屑地笑了笑 看起来对自己的身手很有信心呢 总得有点赌注才好玩啊 这样好了 要是你已输了 我就亲你一口 怎么样 林三空丝毫没有理会月月 那快要杀人的目光 自顾自地说道 本集一播讲完了 请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精品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 青椒肉虾 演播 一种侃侃 有三十克度之作 第三十四集 下流 月月顿时脸色羞红 向前跨出一步一拳 便朝着林三空打过来 嗯 还真有些门道 林三空扎巴着嘴说道 他身子微微一侧 便躲过了月月的拳头 月月也不惊慌 当即把拳头换成了爪 朝着林三空的锁骨便按了下去 一只脚 已经朝着林三空的小腿弯踹过去了 这典型的擒拿手啊 通常的刑警都有练习 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深的功夫 但是对付一些小毛贼已是足够 月月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是这出手却是异常敏捷 显然 对于这套擒拿术 运用的已是得心应手了 可惜 林三空却并不是什么 普通的小毛贼 这种简单的起拿术 对他根本没用 他肩膀往前一怂 便如泥臭一般地脱离了月月的控制 月月那凌厉的一脚 瞬间踹空了 他趁机反手抓住了月月的手背 将她向前一拉 月月身体一个亮枪 便倒在了她的怀里 月月警官 地上有些滑 你还是小心一点好 用不上你管 月月一把将林三空推开 一只胳膊撑在地上 朝着林三空反身就是一记撩阴脚 哎呦 这小娘们儿也忒狠了吧 这要被她踹到 根管主下辈子这幸福生活可就完了 林三空连忙向后退了两步 躲开了月月的撩阴脚 嘿警官 你要是想赢我 最好还是拿出点真本是吧 你这情拿手对于我来说 好像不管用啊 哼 月月冷横一声 双手突然摆出一个古怪的姿势 然后紧接着 两只手呼呼声风 朝着林三空打过来 哎呦 这有点意思 竟然是六合八卦掌 也不知道这小娘子从哪儿学来的 六合八卦掌 也称作六合游身掌 传自于八卦门 而八卦门乃是正一天师道的一支分支 现在林三空一眼便认出了月月这套长法的来历 正一天师道 茅山福禄道 南疆巫谷道 太清一补道 这就是俗世中仅存的四大道门 其中以正一天师道势力发展最为壮大 在俗世中扶持了许多的外围势力 这八卦门便是其中之一 呃 长法不错 那可惜没练到家呀 林三空打了个哈线 双手突然摆出了一个与月月相同的长法启示 朝着她双掌迎了上去 月月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她发现 自己的长法在面对林三空的时候 就好像是打到了棉花上一样 根本用不着一丝力气 林三空瞅准了时机 双手轻轻一推 月月的身体便失去了重心 直接坐在了椅子上 她缓缓地收回手掌 咧嘴笑了 哈哈 月警官 看来你输了 你可不要耍赖哟 月月顿时恼羞成怒 腾得一下站起来 脸颊憋得通红 我又没答应你什么 刚才是我不小心 你有本事再来 说着 月月已经是摆开了架势 小拳头钻得紧紧的 她准备再次朝着林三空扑上来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夜晨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走了进来 夜晨连忙 开口质问 月月 你干什么 夜队 这小子太嚣张了 我教训他一下 月月气鼓鼓地放下了拳头 瞪了林三空一眼 夜晨皱了皱眉头 似乎也是看出了 月月似乎对林三空 已有一些误会 她连忙开口解释道 林师傅 是陈局请了帮忙的 又不是罪犯 什么 他真的是陈局请来的 该死 月警官 这位是风博 我们医馆的帐房先生 林三空指了指风博解释道 月月顿时一脸的黑线 朝着风博看过去 却是只见风博 一脸若无其事地 将目光转到了窗外 吹起了口哨 你们 夜晨并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直接将手里的黑色塑料袋 丢到了桌子上 啊 林师傅 这袋子里 就是你想要那些东西了 林三空点点头 将那塑料袋打开 顿时有一股 鼓鼓怪怪的味道 传了出来 林三空将手 伸进了塑料袋 直接提振着 死老鼠的尾巴 滴溜了出来 月月可是没想到 这塑料袋里 竟然装着死老鼠 猝不及防地叫了一声 林三空和夜晨 不约而同地 朝他看了一眼 月月这才 强忍着心中的恶心 把那嘴巴 捂了起来 不得不说女人啊 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一个死老鼠 有什么好怕的 林三空看了看 见这就是一只 普通的黄毛老鼠 它的皮毛上 并没有什么损伤 也没有一些 明显的出血 林三空又将那只死猫 也滴溜起来 查看了一下 情况和那只死老鼠一样 不是死于外伤 难道是内脏出了问题 林三空连忙 对着夜队挥挥手 能给我把刀吗 你要刀想干什么 月月忽然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 她疑问道 当然是开场破度了 夜晨身为一个 资深的老刑警 倒是并没有 反映出什么异样 可是月月就不同了 看着那黑色塑料袋里 那些个死猫死老鼠 一阵的皱眉 夜晨挠了挠头 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走到了一旁柜子里 翻了一阵 不一会儿 一把乌黑的弯刀 便出现在了 林三空的视线当中 这不是鬼三郎的 那把法器弯刀吗 你看看 这个 行不行 夜晨直接将那弯刀 递到了林三空的手里 林三空连忙 接过黑色弯刀 心中一阵的暗笑 如果是鬼三郎知道 他那宝贝 现在被自己拿着解剖老鼠 那不知道 会不会被气疯呢 夜晨突然转头看向月月 开口问 月月 你有什么事吗 月月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开口汇报 哦 东陵小区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 夜晨从桌子上拿起了 那个案件简报 看了几眼 然后歉意地说道 怎么不早说 啊 林师傅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有点事想 马上出去一下 那个 月月啊 你先把你手的工作 停一下吧 暂时帮林师傅的忙 说吧 夜晨便拿着那案情简报 匆匆出去了 月月刚想说什么 却是发现夜晨早已没了踪影 林三空的心中一阵的暗爽啊 这夜晨 真是每次都神助攻啊 嗯 那个月月警官 过来一下 帮我瞪一下这死老鼠的腿 哼哼 本来还寻思着 跟着夜晨闷罐子待在一起呢 那不得无聊死 现在倒好 黑脸大叔换了美女景花 前途一片光明啊 我不要 你将那个老伯帮你的忙吧 月月皱着眉头 将那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老头子 我有局部间歇性帕金森 做何诚啊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 林三空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风波 这老家伙瞬间就心领神会 一只胳膊抬起来 微微颤抖 连连摇头 你不过来帮忙 我就解剖不了这老鼠 解剖不了这老鼠 我就没法知道它死因 不知道它死因 就解决不了问题 明天你们警察局 就会有更多死老鼠 敢当警察还怕老鼠啊 月月顿时被林三空说的一阵的气节 气鼓鼓地回道 谁说我怕了 我只是觉得有点恶心 啊 这样好了 你过来帮我按好 等我开堂的时候 你把眼睛闭上不就得了 林三空见月月心里防线有些动摇 连忙打了个折扣 月月粉霉微醋 她简单思考了片刻 还是捏手捏脚地 朝这边走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了 请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青椒肉虾 演播《易中侃侃》 由三十克度制作 第三十五集 乖 把她那两条小短腿给我凳直了 别动啊 别晃 林三空对着月月嬉皮笑脸地说道 月月白了她一眼 从桌子上拿起了两张废纸 点在手上 小心翼翼地把那死老鼠的两只腿给挡了起来 她的眼睛 闭得死死的 林三空心中不有一阵好笑 她摇着头将那黑色弯刀在那死老鼠的肚子上滑了一下 脸色凝重 将她肚子里小心翼翼地都掏了出来 顿时所有的内脏都流出 她拔出刀尖 拉了一下 那些内脏的颜色都比较正常 这些老鼠也并不是死于病毒 现在正值暑期 可是这老鼠的内脏却是一点也没有发霉 恶臭的味道 其次 林三空在解剖老鼠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只老鼠的血液竟然是绿色的 而且她的脑浆似乎被什么东西 给抽干了 林三空又在月月的帮助下将那只死猫也解剖了 大体的情况差不多 一样是血液变成了绿色 脑浆被什么东西吸走了 可然是这样 她搓了搓手 将那黑色弯刀递给了风波 然后使了个眼色 风波便晦意地将那黑色弯刀藏了起来 这个东西还是在我的手里比较好 安全一些 忽然落到那些新术不证人手里面 那指不定又要出什么乱子 想来夜晨也不会太在意 一把没收的管制刀具吧 这个东西林三空看见了 在她的柜子里有一大锣呢 并不稀奇 好了 放手吧 月月这才将那只死猫的腿放了下来 闭着眼睛将黑色塑料袋合起来 才是一脸如释重负地又睁开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 是什么东西在作祟了 月月在那眯着眼睛 这些天被这些个死老鼠闹得 整个警局人心惶惶的 好奇地问 你知道这些老鼠是怎么死的了 这些老鼠都是被吸干了脑浆和血液的 月月眉头倾锁 却是摇摇头 不可能 如果这些老鼠被吸干了血液 那么它们的尸体应该是干尸才对 可是在警局发现的死老鼠并不是干尸 甚至看起来还有些肿胀 那是因为这些老鼠被吸干血液的同时 身体内又被注入了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们的尸体非但不会变成干尸 反而会因为这种液体的保护 短时间内不复不坏 说了半天 究竟是什么东西杀死这些老鼠的 月月一脸的疑惑 它显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应该是黄泉藤蔓啊 黄泉藤蔓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科学没法解释的 传说黄泉藤蔓 是从幽冥之地生产而出 扎根于黄泉生于人间 这个东西的自身呢 可以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味道来吸引猎物 这种味道会令靠近的生物迷了心智 从而吸取猎物的脑浆和血液 不过这个东西毕竟是植物 理论上并不能够自主移动 所以在吸食过猎物的血液之后 又将自身的枝叶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保证这些猎物短时间内不腐不坏 一旦这个东西吸取足够的能量 便是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 通过枝叶来控制那些被杀死的猎物进行攻击的 不过嘛 从目前这个状况上来看的话 这云西景局内的黄泉藤蔓 应该正处于幼年纪 它的控制范围很有限 最多也就是吸引 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生物 至于那几只野猫 可能算是给它的补品吧 猫是极具灵性的一种动物 在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们绝对不会主动靠近的 可是现在呢 平白无故地被你们喂了几只猫 加速了生长进程 这个家伙说不定已经开始自生灵智了 恐怕用不了多久 它便可以攻击人类了 一旦被它吸食了人的血液和脑碎 那这颗黄泉藤蔓 将会迅速生长到成年期了 到那个时候 它的攻击范围 恐怕便可以扩大到方便几十里 那个时候就要生灵涂炭了 那现在怎么办 月月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显然已经相信了林三空说的话 林三空调调眉 嘴角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还能怎么办 今晚等它出现的时候 干掉它呗 不能再任它生长下去了 为什么要等到晚上 不如我们现在多找些人手 找到这根什么鬼藤腕 把它连根拔了不就可以了 哼 哪有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生长于极阴之地 白天阳气太重 它会折腹于地下 等到晚上阴盛阳衰之时 才会破土作祟 何况这黄泉藤蔓 乃是阴明之物 根本就看不到的 只能用阴阳眼才能看到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难道就这么干等着 现在才下午四点 距离天黑还好长一段时间呢 等个毛线啊 你以为这个东西那么好对付啊 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的 林三空 一脸严肃 黄泉藤蔓 乃是至阴至邪之物 它可比一般的厉鬼要难对付多了 即便是幼年期的这个东西 对付起来也颇为麻烦 东伯 回去一趟 取一些东西过来吧 红线 朱砂 镇魂帆 黑沟血 眼魂香 能带的都带吧 还有我上次找到的那块 棺材菌 总之 发器统统给我搬到这儿来 这可是幼年期的黄泉藤蔓 说什么这次也不能让他跑了 林三空其实有贪婪的笑容 但是别人都没看到 对付这种东西虽然凶险万分 但却也蕴含着天大的机缘 若是成年期的黄泉藤蔓 吸食人血之后将会变得性格暴躁 但幼年期的就不太一样 他灵智未开 若是能够被训养的话 那对于林三空来说 绝对是如虎添翼 你这混蛋小子 一天就知道使唤老头子我 风伯唠唠叨地瞪了林三空一眼 我说让您老人家干点活 怎么那么多牢骚呀 收钱的时候你可比谁都积极呀 让局里派辆车跟风伯一起去吧 反正这也算公事 还是这小姑娘觉悟高啊 知道心疼老人家 你这臭小子就是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说吧 风伯便是转身离开了 林三空皱皱眉头 对着月月问 你们前几天发现的那些死老鼠都扔哪了 因为数量太多 所以局长下令 在后院的草坪挖了一个深坑 那些死老鼠全部就地埋了 这些个死老鼠已经全部被黄泉藤蔓注入了枝叶 说不定 他现在已经可以控制这些老鼠了 马上找人过来将这些死猫死老鼠全都挖出来 然后 找一些松枝 冻油 把这些个死老鼠全都烧掉 另外 让人找些石灰 撒在围墙的四周 五子的四周 千万不要有遗漏的地方 林三空嘱咐着 月月一脸凝重点点头 还有其他的吗 你等会儿让我想想啊 林三空皱着眉头沉吟了半上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你帮我去买一碗张继的牛肉面 外加两瓣大蒜 提醒店家千万不要放香菜哦 月月点点头半上 她有一些狐疑 这牛肉面也是用来对付那妖物的 本集播讲完了 请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 青椒肉虾 演播 一种侃侃 由三十克肚制作 第三十六集 那倒也不是 牛肉面是我吃的 吃了这么半天了 我肚子有点饿啊 不吃饱了 我哪来力气干活啊 月月顿时一头黑线 白了林三空一眼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儿 林三空便听到了警局后院 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铁桥声 可能是应了陈局的吩咐了 所以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 当所有的死老鼠 全都被挖出来的时候 连林三空都不由得 背心有些发凉 这巨大的深坑里面 怕是足足有上千只死老鼠 看来这方圆五公里之内 所有的老鼠 应该都被那黄泉藤蔓吸引过来了 林三空让民警 深坑里面再堆上一层松枝 然后倒了一桶铜油 在深坑的周围 撒了一圈石灰粉 然后只见他甩了一座 真灵之火进去 那深坑当中 顿时升腾起了两三兆高的火焰 那些原本死去的老鼠 突然间在深坑里面窜起来 嘴里面发出一道一道的吱吱声音 拼命地想要朝着深坑外面掏出来 可惜 他们一碰到边上的石灰圈 都不敢靠近了 看来这株黄泉藤蔓已具备了一些操纵死屋的能力了 若是这些个死老鼠被他控制起来的话 恐怕也就足够人头疼的了 大火一直烧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深坑里的老鼠被他烧成了一堆灰炭 在深坑的底部凝聚了一堆绿色粘稠的液体 看得月月只想吐 又过了一会儿 风博也带着家伙回来 此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中间陈局打过一次电话 问林三空需要不需要多留些警力 林三空拒绝了 黄泉藤蔓 那乃是英明之物 你留再多的警力也白搭呀 而且阳气若是过于旺盛 说不定对那种东西 还能有感应存在危险的可能呢 她要是躲到地底下不出来 那我不就白折腾了 让林三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月月主动提议留下了 女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这小娘们明明看见老鼠害怕得要死 可是偏偏她留下来 跟着林三空她一起对付黄泉藤蔓 不过这月月身手倒是不错 留下来倒也不至于帮什么倒忙 而且漫漫长夜有个美女锦花做陪 也不显得那么无聊不是吗 转眼间已来到了晚上的十一点半 偌大的警局内黑灯下火的 只剩下了林三空 风博还有月月三个人 通常紫时一过 阴盛阳衰 各种妖物也是该出来活动了 只是不知道这柱黄泉藤蔓 究竟扎根在什么地方 不过只要她在这云溪景区之中 那今夜绝逃不出林三空的掌心 这儿等着也不是办法啊 也不知道这玩意啥时候能处理手练 最好是想个办法把她引出来 怎么引啊 只要有能够吸引她的东西出现在范围之内 这黄泉藤蔓一定会出现的 黄泉藤蔓属于致阴致邪之物 若是以原音作为诱饵 它一定会上钩 风波摸了摸她稀疏的胡柴 小咪咪地道 处子原音 林三空有些尴尾 地转向月月搓手说道 哎 那个月警官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 比较隐私的问题啊 月月紧皱眉头 冷冰冰地说道 有什么话快问 那个是那个 我我就是想问你 你还是那个 你还是处女吗 下贱 月月直接一脚踢在了 林三空的屁股上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林三空不禁委屈了嘟囔一句 不是就不是呗 你们凶干嘛呀 月月脸色一片的阴沉 上来又是一脚低后道 混蛋 你说谁不是 你数毛驴的呀 你你问问也不行啊 林三空一边揉着屁股 一边抱怨 风博连忙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要是打枪骂俏 等收工以后才说呀 现在先办正事 老头子我早就困得不行了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这女娃子的确还是处死原因 林三空只能又是一脸谄媚地笑着 呃 警官 现在是你为伟大的灵幻事业现身的时候了 月月瞪了他一眼 直接将头别到一边 脸颊上却是不由 闪过了一抹狐 呃 警官 麻烦你把手伸出来吧 你要干什么 月月犹豫了一下 她点了点头 将手伸了出来 林三空连忙在她的指尖 划开一个小口 然后取出一条红线 将红线的一头拴在了月月手腕上 随即对着风波使了个眼色 走 你们两个去哪儿 月月顿时有一些慌乱 我们两个人待在这儿阳气太重了 那个家伙恐怕不会现身的 黄泉藤万 智阴之邪之物啊 纯阴之物对她有着独特的感应 元阴之邪 对于妖邪来说 都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的 这种黄泉藤万 如果隐藏在附近的话 它一定会被引出来 那你们不要走太远啊 还不带月月说完 林三空和风波早就已经没了踪影了 林三空自然是不会走远 只是和风波找了一个墙角蹲下来 而月月一个人坐在座位上 将台灯打开 小心翼翼地朝着四周动张希望 这个时候 整个警局里面都是一片的寂静 听不到一丝的声响 月月随手从抽屉里 拿出一本行真小说 心不在焉地翻起来 不知不觉当中 时间就过去了半个小时 四周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月月呢 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安静的氛围 一样一样地哗啦哗啦地翻着小说 突然之间 台灯忽敏忽暗闪了几下 然后灭了 月月顿时打了个机灵 因为她隐约听到了周围 似乎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 哦 终于要来了吗 林三空躲在暗处双眸紧缩 只见一条条黑色藤外 正在从地板下试探性地露出头来 月月站在了原地 虽然可以听见沙沙声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英明之物 它没有开阴阳眼 所以它根本看不到 只能在原地惊慌失措的东张西望 那些个黑色藤外的处须 确定了周围没有危险之后 终于肆无忌惮地从地底爬了出来 顿时整个警察局爬满了铺天盖地的黑色藤外 这些个东西 上面似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香 朝着周围慢慢地扩散出去 这附近的老鼠恐怕 就是被这种香气吸引过来的 然后就沦为了黄泉藤外的养分 黑色的藤外之上 有一条条犹如毒蛇杏子一般的处须 不断地朝着四处抖动着 发着震震丝丝的声音 这每条处须都相当于她的一张嘴 忽然有几根同案的处须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犹如有毒一般地朝着月月这边爬了过来 月月虽然看不到周围发生了什么 但是她可以感觉到 四周围隐隐有一股阴冷之气 向她靠近着 连忙她从旁边拿起了扫帚 满脸惊慌警惕四周 那个东西在靠近她之后 似乎显得极为兴奋 几根藤外迅速地站了起来 在半空中一阵地摇晃 好像是在跳舞一般 这难道是在线舞吗 想不到这黄泉藤外 只是一株天生地长的植物 却也表现得如此之不正经啊 突然 这东西身上一条条触手 开始缓缓张开 宛如一朵朵展开的花朵 从这些花朵当中 散发出了绿色的气体 朝着月月包裹起来 不好 这不是普通的黄泉藤外 变异的 看着那些黑色藤外 忽然这种变化 林三空大吃一惊啊 黄泉藤外和黄泉腰藤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是难缠程度 却是天壤之别啊 本集一波讲完了 请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 青椒肉虾 演播 一种侃侃 由三十克度制作 第三十七集 黄泉藤外虽然是英明之物 但是 他在本身灵智未开之前 攻击力其实并不是很强 主要是靠自身的气味来吸引猎物的 攻击性也不是很强 黄泉腰藤 却是黄泉藤外当中的一种 即便是幼年时期的黄泉腰藤 自身所散发出的气味 也能够影响人的神志了 最重要的是 黄泉腰藤攻击力极强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附近形成一个小型的磁场 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 在这磁场当中 它的能量将会放大百倍 并且可以随意地蹂躏猎物 黄泉藤外 本就已经是极为稀少的东西了 黄泉腰藤 比起它来说 却是罕见千倍万倍啊 这东西虽然珍贵 但是在这世界上 总是有迹可循的 据说龙虎山的翼云天师 便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驯化了一条黄泉藤外 从此它在灵界 便以所向披尼名声大震了 位列龙虎山七大天师第三 可是黄泉腰藤 却仅仅出现在一些古籍上 只是有那么一些 灵星的记载 已是数千年之内没有人在世界上 见过它的踪迹了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黄泉腰藤 早已经绝迹了 而且这些个黑色的藤外出手 手舞足蹈地围绕着 月月转来转去 那根本就不是在跳舞 这家伙正在构建自己的磁场 若是等月月被吸进了那黄泉腰藤构建的磁场之内 那就麻烦了 果然当那些绿色的气体将月月包裹之后 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些扭曲 月月身体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不好糟了 月被吸进她的磁场了 说着林三空便准备起身了 却是突然有一个人把她拽住 风波紧紧地皱了皱眉头 辨戏法一样地递给了她一柄被黄布包裹的断剑 这黄泉腰藤不好对付 将她戴上一防万一 林三空望着风波手中的断剑不禁颤抖了一下 这把断剑乃是黄泉衣馆世代相传 虽只是一把断剑 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无上威能 也只有历代管主才能够使用 齐鸣早已失传 只是被历代黄泉管主换作黄泉斩妖剑 林三空的老爹失踪之后 这把断剑便被风波锁了起来 平日里别说碰就算是看都不给他看一眼 想不到今日风波竟然连他都带来了 难道风波早就认出了警局中作祟的并非是黄泉腾腕 而是那传说中的黄泉腰疼吗 林三空顿时眼前一亮 将黄泉斩妖剑积在了手中 虽然只是把断剑 但是分量还是沉点点的 他可以感觉得到这把剑内似乎有着某种气息 和自己的灵魂产生了丝丝共鸣 竟然真的是黄泉斩妖剑 林三空一脸兴奋地望着手中断剑 快去吧 你若再耽误片刻 那女娃子恐怕就要沦为黄泉腰疼的养料了 风波翻了个白眼 冷冷地提醒道 林三空连忙朝着月月消失的地方望去 只见那淡淡绿色气体已逐渐散去 周围的空间也正在渐渐恢复平静 若是等到那磁场彻底消失了 恐怕想要找到那磁场的通道都不容易啊 他连忙将黄泉斩妖剑收起来 飞速地朝着月月消失的地方跑去 积极如烈令 破 两张灵符搜的一声 朝着微微扭曲的空间打过去 扭曲空间直接被撕开一条口子 林三空深情一动 直接挤了进去 周围空间的磁场 终于彻底的平息下来了 警局之内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在林三空进入黄泉腰疼的磁场之后 风伯勾搂着身子站起来 发出了一声叹息啊 哎呀 臭小子 真是叫人不省心 若是叫那些老家伙知道 黄泉腰疼现世的话 可就麻烦了 说吧 风伯嘴里叨叨咕咕的念出了几句咒语 然后手一挥 整个警局外都被一层若隐若现的清气包裹起来 做完这一切之后 风伯脸上才算露出了一丝如是重负的表情 当然这一切林三空并不知道 此时林三空已进入到了黄泉腰疼构建的磁场世界之内 忽然他眼前一阵的恍惚 视线一片的模糊 当林三空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前却是已经不再是什么云西警局之内了 他朝着四周望了望 红灯楼 高门槛 高高的屋脊上挂着黄泉医馆四个大字 怎么回事啊 我 我怎么回医馆了 林三空不禁满脸诧异地推开房门 眼前一切看起来极熟悉 但是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突然从堂内传来一阵嬉笑的声音 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难道医馆禁贼了 空空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一道嬉笑中带着些许慈爱的声音传了过来 嗯 我长大 要成为像老爹一样厉害的捉鬼大师 一道童声 略微思考了一下 从房间中传了出来 林三空整个身体为之一正 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好像格外耳熟啊 好像以前听过一样 他顿时忍不住顺着门缝望着进去 只见里面有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 正端坐在太师椅上 端着杯茶喝着 中年人生得相貌堂堂 下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 眉宇间竟然与林三空有几分相像 我靠 老爹 林三空脱口而出 因为这分明就是他老爹的模样 此时在他老爹大腿上面坐着一个个子不太高 穿着黄色小马罐的孩童 手里拿着一把桃木剑满脸嬉笑地耍动着 这孩子不就是十多年前的自己吗 空空我要出一趟远门可能很久才能回来 你在家一定要乖乖听风部的话 只见老爹摸着那孩子的头 请笑道 爹爹 你是要去捉鬼吗 可不可以带上空空一起去啊 那孩子很是天真的问道 老爹的神色中突然闪过了一抹神伤 伴上才低下头来亲了那孩子的额头 等空空什么时候长到老爹这么高了 老爹就带着你一起去抓鬼 那空空要赶快长高 到时候就可以跟老爹一起去捉鬼打妖怪了 小孩顿时满脸欣喜之色 挣脱了老爹的怀抱 在地上兴奋地跑起来 林三空在外面 眼眶中顿时就有些湿润了 这分明就是他老爹离开的前一天 老爹 你答应我 当我跟你长得一样高的时候 你就带我一起 出轨出妖来着 我长这么大了 你在哪呢 神兵如律令 真灵焚妖邪 恕 林三空手中一团真灵之火 打了出来 瞬间周围空间晃动起来 紧接着被真灵之火焚烧成了一片 灰烬 这一切 只不过是那黄泉腰疼 所制造的幻境罢了 在真灵之火的焚烧下 顿时化作了一片灰烬 林三空望着那火光当中老爹的 面容不禁一阵的黯然身上 他的法眼早已炼成 早一进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眼前这场景不过是那腰疼造出的幻境 只是他忍不住想多看一眼 待到眼前幻境破除之后 黄泉腰疼真正磁场世界才显露在他的法眼当中 一片绿茫茫的雾气弥漫在空气当中 在林三空的眼前一截黑色的树藤被真灵之火烧成了灰烬 绿色的雾气当中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音 四面八方似乎都是那腰疼的踪迹 不过林三空知道真正的腰疼只有一株 其余的黄泉腾腕都是主腾中衍生出来的 还是先感应一下月月怎么样了吧 虽然他进入磁场空间内 这里面也绿雾弥漫 受到黄泉腰疼的影响 林三空法眼也只能看穿几米的距离 不过这黄泉腰疼还处于幼生期 所以构建的空间并不太大 月月身上有林三空刻画的法印 只要距离不太远 她是都可以感应到的 这集故事就讲到这儿 咱们下集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悬疑精品多人剧 黄泉衣馆 作者青椒肉虾 眼波一种侃侃 有三十克度制作 第三十八集 林三空连忙在手心划出了一道符印 顿时便是感应到了月月所在的位置 她只是陷入到幻境当中 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她身上有法印加持 那黄泉腰疼虽然可以将她拉入幻境 但短时间内却是不敢靠近她 只要黄泉腰疼被制服 那则自然能从幻境当中苏醒过来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腰疼的真身 若是能够收服这柱黄泉腰疼 那对林三空来说 绝对是如虎添翼的 真灵破业障 秦也显身位 林三空直接召唤两撮真灵之火 朝着绿色器物当中丢了进去 顿时 那绿色的器物中发出了两道尖锐的声音 可以看到两根藤腕迅速地朝着一个方向缩回去 林三空连忙朝着那两道缩回去的黑色藤腕追过去 四周围 黑色的藤腕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朝着林三空铺天盖地地缠了过来 试图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就你们 给我破 手中一根银针 朝着四面八方洒了出去 那些被打中的藤腕顿时一阵滋滋声 行动拾缓了些 灵符破腰蟹 神兵如律令 诗多道灵符在林三空的手中甩了出去 顿时四面八方 迸发出火花 可是这些个藤腕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打不过来 林三空向前走了几步 便感觉脚底下一沉 有两根黑色藤腕 已朝着他脚腕缠了过来 只是当这些藤腕碰到他腰间的黄泉斩腰剑的时候 却是犹如触电一般地挫回去 林三空借势向前滚了一段 便是已窜出了十多米远 隔着朦胧的绿雾 一道看起来好似人形一般的黑色藤腕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当中 藤木之上隐隐地一起一伏 好像是在呼吸一般 在藤木的周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 那一条条黑色藤腕从他身体里朝着四面八方 蔓延着 总算找到你了 所谓秦贼先秦王 只要制服了这黄泉腰疼的真身 那些延伸出去的黑色藤腕不攻自破 林三空不敢有丝毫的拖延 双手结印 两道掌心雷便朝着黄泉腰疼轰了过去 顿时 那黄泉腰疼的表面生出了两道白烟 原本干裂的表面流出了两股绿色的枝叶 疼痛之下 那四周五栋的黑色藤腕更加的铺天盖地的朝着林三空包裹而来 真灵之火 迅速的蔓延开来 林三空不敢有丝毫大意 连忙召唤真灵之火 此时在他身边形成了一道火墙 那些个黑色藤腕碰到火墙 瞬间便化为了灰烬 不过如此大量的催动真灵之火 林三空恐怕维持不了多久 这藤腕铺天盖地的哪儿哪儿都是 想要烧尽恐怕不可能 一旦等自己气力耗尽 若还不能制服这黄泉腰疼 那可就麻烦了 真灵无疾分天下 千叶大道猪妖邪 神兵如律令 恕 林三空连忙将真灵之火催动到了极致 一步一步地 朝着黄泉腰疼真身走过去 那真身似乎是感觉到了威胁在靠近 浑身颤抖起来 一道道浓郁的绿色雾气 从他身中渗透出来 突然 林三空感觉到周围空间似乎扭曲起来 不好 他想再次利用磁场的力量阻止林三空前进 林三空只觉得身体似乎阻力越来越大 整个身体似乎被那空间束缚住了一样 每往前迈一步 都是艰难无比 真灵之火虽然号称坟尽一切要挟之物 但却无法抵御这空间磁场的压力 在这片空间之内 那黄泉腰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者 他可以影响整个空间内的磁场波动 看来林三空是大意了 这突如其来的空间压迫 让他感觉到了呼吸都不太顺畅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别说收服这腰疼了 哪怕连他自己这条命可能都要搭在这儿了 该死了 在这空间所压迫根本无法靠近他 林三空一边拼命地催动着真灵 灵之火抵御周围疯狂的攻击 一边抵御着来自这片空间磁场的挤压之力 此刻即便是想走想要退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过这黄泉腰疼越是表现的厉害 那么若是收服了他之后 便带来的助力越大 想想看若是在与人交战之时 利用着黄泉腰疼出其不意的磁场 让对手束缚片刻 那绝对是隐藏杀器啊 嗡鸣声响 突然 林三空身上黄泉斩妖剑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嗡鸣 即便是隔着纱布 依旧隐隐可以看到剑身上似乎有点点流光闪动 这黄泉斩妖剑 是历代黄泉管主传承之武威力无穷 只是根本不知道能不能破开这空间的束缚呢 林三空皱了皱眉头 心中不禁闪过了一个念头 顶着强大的空间压迫力 将黄泉斩妖剑横在了胸前 裹在剑身之上的纱布被那强大的剑气所震碎 只见剑身上刻画着一道道古怪的符文 剑饼与剑身浑然天成 剑锋之处又金色流光流转 只是可惜剑身只剩下了一吃有余 剩余的部分早已遗失多年了 林三空这会儿手握黄泉斩妖剑 朝着那压迫的空间奋力一挥 顿时前方压力大剑 那绿色的雾气隐隐间似乎被这剑一剑砍出了个缺口 并且好像无法愈合呀 果然有效 林三空这会儿心心大振 一连朝着前方磁场空间挥出两道剑气 那原本躁动的磁场瞬间被斩得四分五裂 彻底崩溃下来 林三空顿时感觉到浑身都轻松下来 这周围的空间压迫感瞬间消失了 面前这黄泉腰疼似乎也受到了重创 那扑天盖地的黑色藤腕瞬间缩回去 拖着人形身体看着就要钻到地下 欺负完本馆主你啊就想跑啊 林三空这会儿双手结印朝着黄泉腰疼打了七道震魂翻 用脚在地上画了一道八卦印记朝着黄泉腰疼移过去 黄泉腰疼身子刚刚准备遁地而逃 却是发现地面此时坚硬如铁根本钻不进去啊 他只得发出一阵阵滋滋的叫声跟个眉头苍蝇一样的原地乱撞起来 可惜他周围的空间已被林三空用北斗困灵阵全部封死了 他现在想逃都难 林三空一脸的轻笑朝着那腰疼走过去 手中两团真灵之火生腾而起 求求你不要用火烧我好吗 此时黄泉腰疼内竟然传出了一道抽烟的声音 听起来似乎像是个孩童的声音 林三空不禁皱了皱眉头 看来这黄泉腰疼已开启了部分灵智啊 你不想让我烧你也可以 但是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这黄泉腰疼一听顿时停止了抽烟 随即摆动着身体说道 只要你不烧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林三空这才将真灵之火收起 看来这柱黄泉腰疼很上道 眯眯眼睛说道 第一 你得任我做主人 在我有生之年听我命令 留在我身边 黄泉腰疼顿时有些为难了 办上之后他呆呆开口 好 我答应 人类的寿命不过几十载 相对于幽冬生命漫长的生命来说 那不算什么 况且这柱黄泉腰疼还只是一个幼生气 第二 不禁我允许 不得私自残害声令 林三空皱着眉头紧接着开口 黄泉腰疼微微一睁 却是满脸不以为然地说道 无妨 这些死老鼠 我早就吃你了 我既然认你为主了 自然有你负责我的伙食问题 如果不是实在饿得厉害 我才懒得自己出来找食物呢 这集故事就讲到这儿 咱们下集见 第三十九集 林三空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合着这货 想要跟在自己身边蹭吃蹭喝啊 不过一想到这腰疼强大的助力 林三空心里只能忍了 那既如此 你以后就跟着本官入混吧 说着林三空将手指咬破 在那黄泉腰疼身上 画了一个法印 法印在黄泉腰疼的身上闪烁了一下 立刻渗入到他的表皮之下 瞬间 林三空便感觉到 和那腰疼之间建立了一些奇怪的联系 腰疼的身体迅速缩小起来 最终变成了一条 拇指粗细的黑色藤腕 好像是手镯一般地 缠在了林三空的手腕上 本来还在担心这腰疼体型巨大 该怎么安置他呢 想不到他竟然能够随意变化大小 这倒省了他很多的事儿 腰疼已经认了主 那周围构建的磁场空间也逐渐消失了 原本一片绿茫茫的空间一阵扭曲后再次回到了警局当中 失去了黄泉腰疼的围尺 月月所身处的幻境也自动消失了 只见月月脸颊之上留下了两道泪痕 突然一脸惊慌地朝着林三空抱上来 她抱得很紧 将脑袋扎在林三空的怀里肆意地哭着 长头发滑落在林三空手背上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林三空可以感觉到她的胸膛上被月月泪水尽湿了 也不知道她在幻境中究竟看到了什么 会如此之伤心呢 林三空微微一睁 还是在月月的背心拍了拍 没事没事了没事了 一切都是幻觉没事了啊 月月趴在林三空的怀里抽掖了一阵才平静下来 缓缓抬头看看她 一把将她推到一旁 冷冷质问 谁让你抱我了 我靠大姐 你你不会吧 好像是你抱的我哎 林三空不禁摇头苦笑 月月这才恢复了意识 顿时脸色一片羞红 背吃轻咬醉唇 哼 那你为什么不推开我 我 这女人还真是天生的满不讲理啊 月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朝着四周围望望才疑惑地说道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突然回到过去 林三空摸了摸手腕上的黄泉腾腕 扎巴扎巴嘴说道 你是被陷入了那妖物营造的幻境当中 不过呢 现在没事了 这妖物已被本馆主除掉 以后警局不会再有类似灵异事件了 我这就打电话给陈局汇报一下 月月点了点头 连忙拨通了陈局的电话汇报了一下 挂断电话之后 月月拍了拍林三空的肩膀 看来你这神棍还有点本事嘛 陈局说回头要亲自感谢你一下 说不定还会颁发一面锦旗表彰你 锦旗 写什么救死扶伤还是见勇为啊 好像都不太合适吧 我看还让陈局折线好了 红票子可是比锦旗有说服力多了 凶俗 没错哥就是这么一个庸俗的人 林三空坦坦坦手没皮没脸地调侃道 月月没有搭理他 而是朝着四周围探探头搜索了一下 风波哪去了 林三空却是毫不在意翻翻白眼 然后扯着嗓子喊 老头收钱了 话音刚落 风波便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回来 一手拿着个驴肉火烧 一手则是端着杯热粥 利剑一二地出现在身前了 只见风波脖子上 用红线挂着个塑料牌子 上面印着一个标准的收费二维码 腰间还别着个移动pose机 气喘吁吁地走到了林三空的跟前 哪里收钱 收你妹啊 老子在里面差点没命啊 你个老不死的还有心情吃夜宵啊你啊 赶快 东西收拾收拾收工了 林三空不禁翻了个白眼 他正准备离开呢 只是没走几步 突然感觉眼前一阵的模糊 脑袋一片眩晕 身子一软 跪倒在地上 这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本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 月月连忙跑过来一把将她扶起来 紧张地说道 你怎么了 是不是太累了 女娃子 麻烦你开车送我们回去吧 风波略微地思量了一下 对着月月开口 月月呢 连忙点头 便是出去启动警车了 看着月月离开 林三空皱眉问道 风波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感觉身子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一点力气也使不上 风波似乎是早有预料 连忙地吸了口热粥 才缓缓开口说道 哎呀 放心吧 死不了的 这是使用黄泉斩妖剑的后遗证 谁让你平时练功不努力 现在知道你这身子骨有多虚了吧 什么 这是用黄泉斩妖剑的后遗证 显然他没想到使用黄泉斩妖剑 还有这么严重的后遗证 风波吹了吹胡子冷笑一声 不然你以为这些年老头子我 为什么始终不让你碰黄泉斩妖剑呢 这把剑已经超越了普通法器的范畴 即便如今已经残损 也不是普通人可以驾驭得了的 历代黄泉管主 也都是因为休息了千叶天灵诀 才能够短时间之内驾驭他 那之后遗证 多久才能恢复过来啊 林三空连忙紧张地问 说要是每动用一次黄泉斩妖剑 就得在床上摊个大半年 那以后可得要慎重了 放心吧 有老头子我在 回去给你配两副药 保证你三天之内又能生龙活活了 风波则是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听着风波说这话 林三空放心下来 如果只是贪个三天的话 那勉强可以接受的 风波瞪了他一眼 沉声说道 记住 以你现在的功力 最多可以使用黄泉斩妖剑 一炷香的时间 不然若是遭到反噬 可就麻烦了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吗 虽然这时间听起来有些短 但是联想起黄泉斩妖剑的霸道的强横威力 恐怕谁要想在这黄泉斩妖剑下 支撑一炷香的时间 那也不容易啊 此时门口警车开过来 风波掺着林三空进了车子 林三空在车上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发现 他已躺在了医馆的床上 醒来了 风波坐在旁边 手里端着一个瓷碗走过来 什么时候了老头 林三空揉揉眼睛 只感觉到脑袋昏昏沉沉 不过精神却是好了不少 身体的气力也恢复了大半 风波将手中瓷碗递到他的手中 懒洋洋地说 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只昏迷了两天 居然就醒过来了 来 把这碗药喝了 你就没事了 我看 我睡了两天啊 看来这黄泉斩妖剑 以后还是少用为妙 这后遗症实在是有些淡疼 林三空端起了药碗 直接朝着嘴里一灌 顿时一股难闻的药味 险些将它熏得再次昏过去 我配的什么药啊 这什么呀 怎么这闻起来这么臭啊 风波满脸随意地撇了他一眼 这可都是老头子我多年来收集的大补之物 有这个血浴缠除的便便 沼泽蜥蜴的血液 哦 还有一些青毛无公的处须 林三空脸一黑 只觉得胃力一阵地翻腾 这你妈都些什么玩意儿啊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不用这么感激我啊 风波露出了一口黄牙 我感谢你妹啊 你个老不死的 趁我昏迷想堵死我啊 里面竟然还有 还有便便 这一集故事就讲到这儿 咱们下集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都市悬疑多人剧 黄泉医馆 作者青椒肉虾 演播 一种侃侃 由三十克肚制作 第四十集 这两天医馆 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林三空美好气地朝着风波问 风波眯了眯眼睛 毫不在意地说道 没事啊 阳光明媚 天下太平 也没什么大事 叫月月的小女警来医馆看过你两次 哦 还有就是上官家那丫头 搬到医馆住了 哦 林三空 林三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突然脑袋睁了一下 张大嘴巴 你说谁搬到管理住了 风波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不会自己去看哪 他就住在你隔壁 林三空腾的一下从床上跳下来 踏了着拖鞋就冲了出去 果然发现隔壁房间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里面还摆放着一些女性的衣服和生活用品 只不过现在上官青青此时并不在房间里 不是 这什么 什么情况 这上官青青为什么突然搬到医馆来住啊 就在这个时候 林三空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看到一个陌生号码 他连忙按了接听键 电话里面顿时传出了上官青青调侃的笑声 哟 看来永久锦华的大医术醒来了 啊 青青原来是你啊 哎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听起来有些失望啊 不是我还能是谁 难不成你以为是那个叫月月的小景花吗 上官青青的心情好像又不好了 他冷冷说道 林三空一脸谄媚地笑着 哎 哎 我怎么闻见那么大的酸味啊 你不会吃醋了吧 我吃你妹的醋啊 要是还没死就赶快到公司来 我有事情找你 上官青青不爽地呵斥一句 便是挂掉了电话 哎 喂 哎 你为什么搬我旁边 林三空话还没说完呢 上官青青就已挂断了电话 他换了一身休闲装 打了个车很快来到清禾集团 这一次倒是没有谁不识趣地阻拦他 刚一到门口 那个叫做马大宝的保安 一脸谄媚地跑过来 林师傅 您来了 您是要去总裁办公室吗 马大宝很是热情地问 林三空点点头 马大宝便是一阵小跑的帮他去按电梯了 然后一直低头哈腰地将他送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才转身离开 林三空一脸苦笑 推开房门 发现上官青青正靠在椅子上翻着文件 见到他进来之后 才抬他眼皮不冷不热地说 身体都已经恢复了 林三空拍拍胸脯 满脸见笑 我没事 撞了跟牛一样 要不怎么保护你这如花似玉的女总裁大人啊 上官青青嘟嘟嘴 随手将一份报纸丢到了他的手中 少贫嘴 别以为说两句好话 就能抵消你无够矿工的事 看看这份报纸吧 林三空连忙一脸调笑地将报纸接过来 只见最显眼的地方 印着一张上官青青的照片 背景是一块正在建筑的工地 啊 这人家不错嘛 都上报纸了 还是这么漂亮 面色红润有光泽 上官轻轻一脸黑线敲敲桌子羞怒说道 看什么呢 谁让你看照片了 看标题 标题 什么标题 林三空这才注意到 自己右手上边还印着一派黑色大字 上写 清河集团新任黑心总裁 偷工减料导致两死一伤 我可 这什么情况 林三空不禁皱了眉头 满脸不解地望向他 要说上官轻轻 钻个横跋扈 那 林三空相信 但是 怎么也无法和黑心商人联系在一起啊 昨天凌晨两点 我们清河集团 位于东河区一栋即将竣工的养老院 发生了坍塌事故 造成了一场工人两死一伤的事故 具体事故发生的原因 还在调查之中 我怀疑 这起事故 是有人蓄意在暗中使办案子 还记得 我们在去云溪路上 遭遇的那两辆奥地轿车吗 上官轻轻眉头紧皱严肃说道 林三空连忙点点头 哦 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上官轻轻摇摇头苦笑一声 经过调查 这两辆车属于套牌车辆 具体去向还不清楚 不过 通过工地附近的监控显示 这两辆车在事发前两个晚上 到过发生坍塌事故的工地 我怀疑 这两起事件 可能是同一伙搞出来的 同一伙人 难道又是那鬼三郎 降老院的工程 一直都是由事业部的力男在主持 可是在事故发生后 力男便失去了联系 我需要你帮我查出 阳老院坍塌的具体原因 上官轻轻狠狠攥着拳头 看来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影响极大 他刚刚接受总裁位置不到两个月 先是宋子一被杀 紧接着即将进攻的养老院又发生了这种事 社会的舆论对于清河集团很是不利 据说两周之后 旧城区改造项目招标大会 这无疑让上官清清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要不我们先到事故现场看一下吧 说不定能找什么线索呢 上官清清皱皱眉 扮上 点点头 我也是这个意思 是负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估计现在施工现场已被警方封锁了 而且周围一定有很多小包记者 上官清清这个时候出现 无疑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 他打了个电话让保安部的队长刘刚 把车子停到了地下停车场 林三空和上官清清悄悄地坐着电梯 直接来到了地下二层 为了不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他特意地让刘刚开了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轿 两个人上车之后 刘刚直接开车将他们送到了事故现场 果然发生事故的现场已被警察用警戒线围起来 上官清清刚准备下车 却也被林三空拦下 还是我先下去看看吧 上官清清点点头 只得让刘刚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车停下来 林三空下车之后 便直接朝着那坍塌的养老院望去 只见有一股朦胧的灰色气息 在那废墟中升起 怎么会有这么重的阴气啊 即使是距离这养老院有段距离 林三空依旧可以感觉到那坍塌的废墟下面有着一股浓郁的阴气喷波而出 这么重的阴气根本不适合住人吧 在这种环境之下 即便是养老院不塌 一旦使用也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 看来这场事故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林三空正准备上前一探究竟呢 可是立刻被两个年轻的民警拦下来 哎这里是事故现场不能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林三空刚好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连忙招着手 哎叶队长 叶队长 嗨 叶晨一大早接到陈局的电话 到了现场维护现场秩序了 按理说这种事情 本来不应该他这个刑警队长亲自出面的 想来应该是上官云 给陈局联系过了 迪师傅 你怎么来了 叶晨回头看见了林三空的身影 顿时猝了猝眉走了过来 啊 赤阳老院下面隐隐有着很重的阴气 恐怕这次坍塌事故不那么简单 若是不查个清楚的话 可能随时会死人 我想进去查看一下 叶晨皱了皱眉头 他一向形式风格就是铁面无私 公事公办 所以才深受陈局的器重 若是旁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叶晨绝对会毫不客气就拒绝了 可是 林三空前两天才帮警局解决一个大麻烦 所以叶晨对他印象还不错 犹豫了一下 叶晨对着身边两个民警吩咐道 你们两个在这守好了 我带林师傅进去看看 这集故事就讲到这儿 咱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了 我们下集见了 我们下集见了